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不能再抢救下 我站在酒店大厅里 看着面前琳琅满目的各种糕点 季灵风的声音飘渺而带着些漫不经心 断断续续从手机传至我的耳边 今天在泰国赶不回来了 结婚典礼上的宴席菜是你自己决定吧 可能迟迟得不到我的回答 他又敷衍地加了一句 反正老婆喜欢我就喜欢 这次辛苦你了 说得好像领导视察基层 表示自己亲民仁爱的场面话 我滴滴恩了一声 又问了一句 就你一个人在泰国吗 季灵风迟疑了一下 李娜也在 这边的项目一直是她负责的 比较熟悉 老婆不要多想 我们下个月就结婚了 这一次我温柔地说了一声好 就像认识她七年以来一贯的那样 挂掉电话 我打开恩子 一个叫有唐不甜的博主 正在分享自己在泰国的度假照 碧海晴空 白金色的沙滩上 一个身着比基尼的短发姑娘 与英俊的高大男子并肩而立 两个人披着同款的沙滩外套 双手高举比微 他们身后是一座新型的远山 脚下是轻浮沙滩的蓝色海浪 照片底下一溜烟的夸赞 姐姐好美 姐夫好帅 情人岛的海果然清澈的名不虚传 据说在童心山前面拍照可以涌结童心 有唐不甜没有回答 只是在夸赞的评论下都点了个红心 我看看这对背靠远山脚踩大海 身穿情侣外套的财狼虎豹 不 狼踩女帽 也评了一句 呗 有唐不甜 秒回了个红心 好像正在屏幕前等着我的评论似的 泰国的情人岛原本 是我和季灵峰定下的蜜月旅行地 那里的大海边有一座 天然形成的爱心形状的山 颇有些海枯石烂 永结童心的意境 现在蜜月还没开始 男主人公却已经站在山前流影 旁边陪着另一个女人 沈小姐 怎么样 打算选哪一款蛋糕 作为婚礼上的甜点呢 我们推荐这一款多层玫瑰蛋糕呢 采用的是进口保加利亚多瓣玫瑰 非常适合婚礼这种喜庆的日子 婚礼导购员拿起一块 贴了玫瑰花瓣的蛋糕 放到我手中的盘子里 我有些神思涣散地尝了一口 却被甜意中的一丝花瓣的苦涩 带回了眼前的现实 多瓣玫瑰 心如果也有很多伴 结婚不太合适吧 沈小姐真会开玩笑 导购听了我的话 尴尬地陪上一个职业性的微笑 我也冲他笑笑 算了 还是等新郎来选吧 今天辛苦你了 瞧 这才是这句话该用的地方 至于一个月后的婚礼 我想 还是算了 我和纪玲峰相识已经七年 人人都说婚姻有七年之痒 没想到对于没结婚的情侣来说 也是这样 我是个孤儿 刚出生就被人扔在福利院门口 于是就像一颗落地生根的种子一样 就这么在福利院扎根长大了 福利院并没有苛待过 我们这些没有父母亲人的孩子 可是对于孩子来说 总归是缺少了一些家的感觉 所以我自小就很渴望 能拥有一个温暖的 属于自己的家 能有一个人专注地爱我 而不是和很多人分享一份 名为爱实为责任的东西 这份渴望一直藏在我心底 从来不敢表现出来 我的孤儿院里实行的是平均分配 己院长是个严厉 而喜欢平衡的老太太 自小到大我得到的 都是很公正很平均的一部分 一份饭 一件过年的新衣服 六岁时的一套文具 八岁时的一本书 我从不敢也不会站出来说 我想要多一点 我想要读一五二 因为不合理 也因为不可实现 考上大学后 我离开福利院 独自住在了外面 一边打工一边求学 加入远足社团后 认识了副社长纪凌峰 她爽朗有趣 和善可亲 加上阳光的外形 和长期锻炼带来的体魄 成为了女孩子们宿舍夜化时 谈论最多的人 她因我独特的身世 对我燃起了好奇 刚开始是活动时 把我带在身边 后来开始慢慢渗透进我的生活 喜欢她的女孩 嫉妒我们的亲近 总是偷偷对我进行霸凌 有一次 活动结束后 我回到社团活动室 整理里面的杂物 却被几个女孩 堵在了房间里 他们是纪凌峰的追求者 平日里就常常自诩 是她的亲卫队 面对这种 没事找事的欺凌 我并不陌生 毕竟 这也是孤儿院里 常发生的事情 我的策略一般是先忍 忍无可忍的时候 就直接爆发 要么爆发后再不相见 要么大家一起抱团完蛋 但还不等我采取措施 纪凌峰就赶了过来 她双手抓着我的肩膀 上下左右地打量着我 我看着她的眼睛 里面全是我 我没事 他们还没做什么 你就来了 我退了一步 想拉开一点 我们之间的距离 她却猛地 把我抱在了怀中 她的怀抱宽厚而温暖 环绕我的双臂 像一层牢靠的保护壳 我从没感受过这样的拥抱 只觉得心跳加速 有些不知所措的窘迫 纪凌峰松开我一点 直直看着我的眼睛 如果我们真的在一起 就没有人敢欺负你了 我有些大脑停转 不知她在说些什么 我第一次看到你就喜欢你了 喜欢你安安静静地 坐在人群之外的样子 我每次都能第一眼就看见你 被你吸引 后来接触了 就不由自主地 想要跟着你 照顾你 纪凌峰边说边红了脸颊 目光却越来越大胆 你喜欢我吗 做我女朋友吧 以后让我来天坛你 保护你 我第一次被人 如此坚定地选择 感觉到心里 有什么在破土而出 带着些温暖的满足 和跃跃欲动的欢快 想起这段时间 她对我的照顾 望着我时 波光灵灵的目光 她的聪慧 幽默 帅气 与万众瞩目的一切 怎么可能不喜欢呢 不过是不敢喜欢罢了 但现在 她用她毫不掩藏的心意 将我逼出了心底的角落 迫使我抬起头迎接她的目光 我点点头 不再退缩 我也喜欢你 那我能光明正大的抱你了吗 或者更多 她开心地笑了起来 还不带我理解 什么是更多 她已经低下头 稳了过来 嘴唇温温热热的 软得像一片花瓣 却带着破釜成舟的强势 从我的唇齿间 攻进了我心里 接着 我们就对外正式公开了情侣的身份 成为了校园中 并肩牵手的一对 只是我那时 还不曾预料到 有些人的爱就像风一样也 来得快 去得也快 难以捉摸 飘忽不定 她曾不容拒绝地 拉近我们的距离 现在是不是该轮到我 不容拒绝地 拉开我们的距离 这情侣一做 就是七年 一开始要学业兼顾打工 毕业后 纪凌峰开始了艰苦的创业 和几个朋友一起 开了一家户外业行社 刚开始 是组织国内的各种野外探险旅行 随着生意越做越大 渐渐也由范围扩大到了海外 这期间 我们的感情也逐渐加深 我在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归属 感觉到了 我一直以来 关于家的渴望 有了实现的可能 纪凌峰刚创业的时候 也经历了一段难挨的时期 要在业界做出名声 得先有拿得出手的路线 好的客户回馈 以及高品质的服务 而刚成立的野行社 在景点和住宿上 没有任何官方愿意合作 只能自己贴钱 先不断地积攒满意度高的客户 还要在网站上做大量宣传 我原本毕业后 打算去一家广告公司 但看纪凌峰每天忙的脑袋 挨不到枕头 就觉得心疼 于是选择留在她身边 负责各种线上的软文宣传 这样我也能实时照顾她的生活 那时 公司刚开始创立 只有她和朋友们四个人 为了节省资金 我天天在家做好了所有人的午餐 在骑电动车送到公司里 接着就开始编撰整理 也行社各种网上的广告消息 结束工作后 整理公司里的卫生杂物 还要随时填补 购买各种公用消耗品 虽然我在她公司里 只是挂了一个文案的名头 其实各种后勤杂事人员招聘 都要我来处理 但我从没有觉得辛苦 或者不情愿 因为我每多做一件事 都觉得自己在和她一起创建 我们的未来 我们在携手并进地 为自己共同的家而努力 最开始 她需要经常带队出去 但不管去到多远多累 睡前都会和我互道晚安 看到美景的时候 也会拍下发给我 回到家 就时时刻刻黏在我身边 连睡觉都要用胳膊 紧紧圈我在怀里 有时我问她 连着几天在外面 会不会想我 她每次都说 想到想把你变小 藏在胸前的口袋里 好不容易熬到 也行设上了正规 我以为终于苦尽甘来了 结果她身边 又出现了个李娜 李娜是一名自由职业摄影师 在线上有不少粉丝 也算是个小网红 她喜欢到处旅游 拍各地民俗风情 一年前抱团参加了一次 季凌峰的野游路线后 加入了她的公司 主要负责一些特色路线的 沿途拍摄宣传 纪凌峰第一次把她介绍 给我认识的时候 她穿着短裤 盘腿坐在桌上 举起手中的长焦相机 对准我做了个瞄准的手势 我下意识地抬手躲了躲 她吃笑了一声 明媚的五官 配着张扬的彩妆 美得有些咄咄逼人 姐姐微微缩缩的这么怕镜头 可不适合做广告宣传行业啊 我看向纪凌峰 她随着她笑了起来 堂堂不像你 野孩子一样到处乱跑 李娜娇俏地看了纪凌峰一眼 举了举手中的相机 论也谁比得过你 这个看图说话的时代 写字看字的都是不出门的呆子 纪凌峰没有说话 想起以前我们刚在一起时 学校里总有一些女孩 对我冷嘲热讽 那时候我总稀释宁人 是纪凌峰每一次都挺身而出 为我辩驳 容不得别人说我半句话坏 这是第一次我看到她 淡淡笑着听别人语代不善地说我 也是第一次我在看着她时 感到心里有了一丝良意 站在旁边的陈棚开玩笑道 风景图怎么够 得好的风景 加上美女摄影师才行 李娜仰头大笑 线长的颈部与低胸的吊带 形成一道优美的弧度 得美景加上美女摄影师 再搭上帅哥领队才行 大家全都开心地笑着附和她 她没有刻意地说谁 但是我看着她此时 和纪凌峰相视而笑的样子 感觉他们之间好像有了一种 无人能看到的联系 过了几天 李娜带了自己的朋友进公司 说是长期合作的软广高手 纪凌峰让她接手了我的工作 还开心地抱着我安慰 现在你老公能赚钱养你了 老婆就好好在家休息 做自己喜欢的事吧 也行社自李娜加入后 又推出了很多全新的路线 不少都是她以前Lindsay出现过的地方 每一条路线都由纪凌峰带队重新走了一遍 自然少不了李娜同行拍照记录 纪凌峰刚开始还会和我说详细的规划 去哪里去几天有谁同行 后来就只是说一声要踩路线 再后来就是发个信息说 这几天不回家 看到好看的景致也不会再发给我 我想看他们去过的地方 只能以一个粉丝的身份 在李娜的围观 看着他们日渐亲密的姿态 看着底下粉丝猜测 他们是情侣的文字 看着纪凌峰和李娜从不反驳的样子 我也曾不高兴地用上的留言质问纪凌峰 她却皱着眉头对我说 不过是个便于宣传的人设而已 老婆 你怎么现在也和那些家庭主妇似的 天天在家捕风捉影 我常常午夜梦回 一个人待在空荡荡的出租房里 看着半旧不心的墙壁 忍不住问自己 这就是家吗 如今我看看一片黑屏的手机 它已经连着三天没有和我联系 李娜的倒是更新的频繁 每一天都有十几条图文 有美景 有美食 还有很多它与它的合影 我不禁觉得他们在共赴阳光充益的新生活 却把我一个人扔在了灰暗不明的过去里 忍不住发了一条信息给纪凌峰 老公 什么时候回来 记得后天陪回孤儿院呀 忐忑难安地等了两个多小时 他才回了几个字 后天最早班机 我看着手机 心情却没放松下来 从前他知道我在孤儿院长大 就总闹着要跟我回去看看 说作为我未来的家人 应该去看看我的过去 但我总觉得自卑 孤儿院的生活是我心里不想展示人前的经历 因为那里是我自小被父母放弃的证据 直到确定了婚期后 我才下定决心要把他带回去 介绍给院长 给那里的孩子 让他完完全全了解我的一切 走进我的内心 让院长和孤儿院的孩子们知道 在这里长大 也能拥有幸福的人生 美好的未来 完整的家 我特意提前一周打电话给院长 告知了我会带未婚夫回去的消息 院长的声音听上去遥远又亲切 好 堂堂长大了 要安家了 阿姨真为你高兴 中午在这吃 阿姨给你准备你爱吃的打卤面 可是到了该回去的那天 季凌峰却迟迟没有出现 中午的时候 他给我打了个电话 只是仓促地说飞机晚点 可能下午才到 下午的时候 又是一个简讯 说有合作商要见 晚上赶回来见我 到了晚上还是不见人 我开始感到担心 但是打电话没有人接 发信息也没有人回 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打遍了野行社所有人的电话 却没人知道他在哪里 几个小时后 却看到了李娜的更新 季凌峰头靠在他肩上 手还着他的腰 底下配纹在我肩头睡着了 像一只可爱的大狗狗 我找来李娜 电话打了过去 却始终没有人接 独自哭坐在客厅整晚 听着墙上钟表 秒针挤走的声音 总觉得下一刻 也许季凌峰就赶了回来 满脸通红地抱着我 向我道歉 就这样 一直等到了零点 我等到却只有紧闭的房门 和满事的寂静 想到下午打电话 和院长道歉 说临时有事赶不回去 他满是担忧的声音 想到他和我一样充满期待 到苦苦等待 再到失望担忧 一个念头突然冒进我的脑海 要是没计划 带季凌峰回孤儿院就好了 不同频的分针时针尚能同步 有些并肩的人 却越走越远 第二天 季凌峰回来向我解释 说下飞机后 突然遇见了 一直想合作的酒店负责人 李娜就当场组了个局 说大家一起吃饭 聊聊合作的可能性 没想到饭局上那负责人 却一直想惯李娜的酒 自己身为一个男人 又是李娜的同伴 怎么能眼见他受欺负 英勇替他挡酒的结果 就是喝到人事不行 今天在酒店醒来 第一时间想到我会担心 立刻就赶了回来 见我冷着脸不搭理他 只是默默收拾东西 他嬉皮笑脸地堵在我面前 老婆生气 别收拾他们 收拾我 我打了他的邦邦的胸膛几下 转身想离开 他却纠缠着不肯松手 反正我们还有一辈子时间 过几天空了再陪你去孤儿院 他意识不到孤儿院对我的意义 也意识不到我曾经打算 彻底对他敞开的心门 已经又合了起来 我稀里糊涂地陷入了他高温的胸膛 但任凭他的吻多么炽热 肌肤多么滚烫 我的心还是有一块越来越凉 和好后 我向他提了李娜的事 说出我心里的疑虑 他却满不在乎地笑笑 我老婆真是个小醋精 李娜的性格就是那个样子 我们兄弟一样 现在也行设很多路线业务 都靠他拉线 我八戒他还来不及 哪敢赶他走啊 我文言不高兴地瞪了他一眼 怎么 你还打算为事业献身啊 他立刻讨好的把我圈进怀里 老婆 我现在事业正是成长期 有时候会忽略你 但我们明年就要结婚了 现在婚房也买好了 你有空就去按喜欢的样子 布置布置 不要在家乱想操心 我戳了戳他的胳膊 你想把我支开好 自己作乱是不是 他捧起我的脸 怎么会 我即使在外面 心里想的也全是你 我一贯抵挡不了他的甜言蜜语 想想他公司刚盈利 立刻买了婚房记在我的名下 婚期也就在明年 我甚至觉得 是不是因为缺乏安全感的性格 而导致自己想的太多 其实自从不用再负责 他公司的事务后 我多了不少空余时间 因为兴趣 也为了打发无聊 就常常在网上接些文案编写 品牌包装的工作 时间久了 居然有了些稳定合作的客户 还有几家公司 一直希望我能去他们公司入职工作 但我没有同意 因为这些公司都在外地 但是这些纪凌峰都不知道 他只顾埋头在自己的康庄大道上 而我只是一直跟在他身后的影子 开始我们只有彼此相依而行 渐渐地 他获得光亮多了 我就越来越大 可有可无了 随后的日子里 纪凌峰并没有因为我的介意 而和李娜保持距离 他们反而因为相似的爱好性格 而称兄道弟起来 我的生活里 开始到处都有了李娜的影子 午夜里讲不完的电话 外出时的偶遇相随 节假日的共同庆祝 就连纪凌峰的衣柜里 都有了李娜随手买的衣服 纪凌峰和我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 就算她休假 也和野行社粉丝团的朋友们 一起出去玩一些极限运动 当然李娜每次也和他们一起 她本就是粉丝团的组织人 我有次执拗地 要她留在家里陪我 李娜却打电话给我 公然向我要人 神姐 这次聚会很重要 是新团圆见面会 领头的怎么能不出现 我见纪凌峰又要抛下我离开 便表示这次要与她一起过去 纪凌峰犹豫了一下 见我不高兴起来 只好带着我同行 李娜看到我 脸色沉了一下 却又换上明媚的笑容 她将我拉到一边 说要向我介绍这次的计划 但走到没人的地方 却推了我一把 语气恶劣的指责 沈唐 你为什么总是拉别人后腿 你知不知道 自己有多讨贤多余 我惊讶她突如其来的恶意 甚至不知她在说些什么 她用手戳上我的额头 你真的是很笨 凌峰说你沉闷 我看你就是蠢 这个地方不欢迎你 你来了只会影响气氛 你看不出来吗 一定要人明说吗 她的咄咄逼人 让我怒从心起 我挥开她的手 转身想走 却被她一把拽住 被掐住的胳膊隐隐作痛 我挣扎不开 只能扬起手打她 却被人从身后 握住了扬起的手腕 是纪凌峰 我刚想说发生了什么事 耳边却感到一懵 李娜见我双手受困 趁是打了我一个巴掌 一切发生得太快 我和纪凌峰面面相去 呆立当场 李娜捂着脸哭了起来 是她先打我的 她一来就质问 我和你的关系 我否认后 她就打我 要不是你拉住她 她还要再打我一巴掌呢 纪凌峰松开我的手 吐出一口气 闷闷地说 那你现在打了她 扯平了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她根本不知发生了什么 甚至没有问我一句 就任由李娜打了我 又冤枉我 还说扯平了 我跳起来去打李娜 却又被纪凌峰一把扯住 沈唐 你现在怎么跟个泼妇似的 早知道就不该带你出来 围在四周的人越来越多 他们对我指指点点 说我阴度生恨 像个疯子 我也觉得自己像个疯子 一个被爱逼疯的可怜女人 不欢而散 纪凌峰拉着我回到家中 我压着心底的愤怒 向她说了发生的事 她却皱着眉头制止我的话 沈唐 我亲眼看到 你抬手打她 她打你固然不对 但是你先挑起的冲突 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 别再狡辩了 我对纪凌峰真的很失望 可我又舍不得 就此斩断这份感情 毕竟她是我大学开始 就相依相恋的人 我想象中的未来 全都和她有关 我不仅把她当作爱人 还把她当作 自己好不容易拥有的家人 我心痛自己 已不再是她眼中的唯一 更心痛自己 对她的感情 在渐渐被磨灭 我害怕拥有过赤裂的焰火 在焰火消失后 相伴的却只有寂灭的余尽 这样自我折磨着 犹豫着 结婚的日期越来越近 终于在定下婚宴前 我听到了纪凌峰和朋友闲聊时说的话 那天 我去给她送留在家中的文件 却看到她正和陈鹏在室外抽烟 正想走上前把文件交给她 就听到陈鹏笑着恭喜她 纪哥 恭喜啊 你和神姐也算有情人终成眷属 纪凌峰吐出一个烟圈 语音满是倦怠 身在俗世 心在旷野 生而为人 不得不为呀 陈鹏打趣道 你这话说的 好像让你结婚 还委屈了你似的 纪凌峰干笑一声 只是想到日后过的 就是看得到头的日子了 陈鹏拍拍她的肩膀 这次你们马上就要结婚了 泰国那边的事情 我去处理吧 纪凌峰用无奈的语气答道 就是快要结婚了 这次你就让我临入坟墓前 再好好开心一下吧 她顿了顿又说道 你不明白 有时候我感到这死水一潭的生活 让我窒息 我从不知结婚这件事 给纪凌峰的感觉 是入坟墓一般的痛苦 是不得不为的俗世责任 也不明白她所说的 好好开心一下 是什么意思 我只觉得自己好像 掉进了深不见底的寒潭水池 目不能视 不能呼吸 冷得发抖 没有了力气 脚步虚浮地回到了家里 看着周围熟悉又陌生的家具 想着这些年 我和她一起 辗转过的一间又一间出租屋 睡着别人留下的床 用着别人留下的桌椅 我以为有她的地方就是一个家 哪怕只有四面墙地 也是我们共同的归属 是我们要一起建立守护的地方 可对她来说 原来只是坟墓 是要埋葬人生乐趣的地方 晚上她回来说自己 马上要去泰国出差 会在结婚宴会订流程前赶回来 我点点头没有说话 第一次感觉到 在她身边好像空气都凝固了 让人想要撕心裂肺的那喊 却被无形的绷带 缠住了嘴巴 结果她连这个都失信了 在确定婚礼流程的时候 她又是只有一条回不来了的简讯 情人岛原本是我少女时期 对爱情的幻想 觉得和相爱的人在那里蜜月 就像童话的结局 现在我才知道 童话没有结局 不过是生活一个瞬间的摆拍而已 离开酒店的订菜厅时 我对婚礼导购员说 一切事宜 联系新郎来做决定吧 我心里想着 反正新娘不会是我了 回到出租屋我开始收拾行李 打算先搬出这里 等继凌峰回来后 再正式和她分手 至于我们的婚房 写的是我的名字 就当作这几年 我在她公司 免费打杂的报酬吧 想要把她卖了 又可惜我这段时间 在上面花的心思 若是去住 又总觉得有点隔应 一时之间 也不知该去哪里 好像这个世界 突然只剩下我自己 收拾完后 我回了一趟孤儿院 去看看 我曾经长大的地方 这里在我心中 从来都不是家 但每次要做什么 重大决定前 我总想回这里 可能因为我在这里长大 所以我无根的心 在这里才能寻到 片刻的安宁 季院长还是原来的样子 戴着黑矿眼镜 一丝不苟的花白头发 紧紧地盘在脑后 阿唐来了 怎么这个时间回来 是不是来送洗铁 她脸上依旧是淡得 几乎看不见的笑容 声音里却满是笑意 没有洗铁了 我恐怕又要没家了 说来奇怪 我从渐渐开始 失去季灵风 到选择离开 再伤心 也不曾流泪 可是看到 季院长的这一刻 我的眼泪 就像开闸的洪水 从眼眶汹涌而出 不能停止 我好像哭出了 自己整个少年时期的落寞 哭出了自己 一直以来的彷徨 哭出了那种 付出后被辜负的委屈 季院长缓缓地抱住了我 轻轻拍我的背 傻孩子 从小到大就爱装大人 说傻话 这里就是你的家呀 她任凭我的泪水 打湿尖头 只是像小时候 哄我睡觉那样 不断顺着我的脊背轻浮 我们院里出去的孩子 虽然必须得坚强 但不是没有家的孩子 这里就是你的家 我就是你的家 你的心就是你的家 我气不成声地 喊她院长妈妈 她答应一声 用手擦净我的泪水 你们就像一艘艘小船 长大了就要自己出去闯荡 随心漂泊 但累了 可以随时回来休憩 这里永远是你们 可以停靠的港湾 但阿唐 你要记住 一个人最稳固的码头 永远都是她自己 我再一次投进她单薄 却温暖的怀抱 感到自己好像 重新有了方向 在孤儿院住了一天后 我打算去婚房收拾下 已经搬过来的东西 打开屋门 却看见客厅乱七八糟 扔着各种杂物行李 地上是散落的啤酒罐和垃圾 纪凌峰穿着长裤 裸着上身从卧室走出 看到我 脸上有一刹那的慌乱 她张开嘴 还没发出声音 李娜从卫生间走了出来 老婆 我正要回家去和你说 李娜和房东吵架了 在这里暂住几天 我的视线 从她裸着的上身 转移到李娜身上的吊带睡裙 又看向新买沙发上 脏兮兮的行李 和满地的尘土沙子 纪凌峰有点慌乱地继续解释 老婆你不要误会 我们从泰国回来 就接到她房东的电话 然后 我只好先把她安排在这里 暂住一下 我刚才帮她搬行李 沾了一身灰 所以才把上衣洗了一下 晾在阳台上 我看看她一脸心虚的样子 只觉得她有些呱躁 这贼做没做 其实都已经和我没有关系 我只是有些生气 自己认真布置过的房间 被弄成这样 看来这是上天帮我 做出了卖房子的决定 李娜歪着身子靠在门框上 嘴角流露着得意 按理说 看到这两人这副样子 出现在婚房里 我应该会很失望 很生气 但没想到我只是 感到有些疲惫且无语 还有些终于要摆脱 这一切的释然 要在这里住多久 我冷静地发问 在我们结婚前 她肯定搬走了 季灵风向我走近 伸出双手来握我的手 我向着门口退了一步 冲李娜扇了一个巴掌 这是欠你的 给你一周时间搬走 下周房子就卖了 两人被我突如其来的 一巴掌扇得愣住 我丢下一句分手吧 就转身离开 季灵风在李娜的尖叫声中 缓过神来追了过来 老婆 你误会了 我真的只是帮她搬嫁 我用力拨开她的手 季灵风 以后叫我名字吧 灵燕那边钱是你交的 你自己抓紧退款吧 季灵风仍旧没反应过来 一直跟在我后面出了门 嘴里不住地嘟囊 老婆 你真生气了 我们就要结婚了 你说什么气话呀 我站定在路边 看看依旧裸着上身 站在一旁的她 不要像个流氓一样跟着我 我不想跟着你一起被人指指点点 季灵风却站着不走 我们先回家吧 回去了 我再和你仔细解释 你是不是听不懂我的话 我已经从出租屋搬出来了 你别跟着我 滚 她的自说自话 让我也有些恼火起来 我自和季灵风认识以来 从没对她发过火 现在居然有种说不出的畅快 她似是被我的吉言利色 惊住 站在一旁不敢说话 又不肯离开 好在这时叫的车来了 我坐上车 季灵风想要跟着我坐进来 被我眼疾手快地一把推了出去 她跌坐在地上 我吩咐司机赶紧开车 司机立即踩着油门飙了出去 季灵风爬起来 大喊着我的名字 开始追着车跑 但很快就远远地 化作一个路边的黑点 司机紧张地问我 这是谁 我居然觉得有些好笑 忍不住开玩笑似的回答 不认识 好像是个痴汉 一直跟着我 怪吓人的 我带着行李 暂时住在了酒店 也联系好了 委托受访的中介 手机却没有一刻安静 季灵风的连环电话 打到煤电关机 我索性没有再开机 打开电脑 开始浏览 那些曾经有意请 我入职的公司 从中挑选了 自己比较喜欢的几个城市 然后给他们发出了求职信 我心里洋溢着一种 即将迎风踏浪的兴奋 又有一种终于尘埃落定的安稳 这一夜 我难得地睡了一个好觉 没有辗转反侧 也没有各种紧迫慌乱的梦境 只有安然好眠的舒适与自在 一周后 我带着中介来到了准备出售的房子 打开门就看见 里面已被打扫得干净整洁 只是沙发上放着一个枕头 桌子上放着几桶泡面 纪凌峰直直地站在门边 看到我又气又急地抓住我的手臂 他满脸委屈地向我连声质问 老婆 你跑去哪里了 怎么手机一直也不开机 你知道我多着急 多担心吗 你又不回家 我又不知去哪里找你 只好一直在这里等你 你看我连卧室都不敢睡 就待在客厅 生怕你进来后 趁我没发现又自己走了 我示意中介 先自己随便逛逛拍些照片 然后拉着纪凌峰 坐在沙发上 该说的话 我都和你说了 你还要找我做什么 该不会是想和我争这套房子吧 纪凌峰瞪着眼睛屏住了呼吸 血丝遍布的瞳孔中 写满了不敢相信 你要卖房子 见我不答 他又自说自话起来 要是这个房子你不喜欢 卖掉就是了 我重新再买一套做我们的婚房 你不是喜欢住在近郊吗 我们在那里买 买个有院子可以种花的 好不好 我坐正身体 拉开与他的距离 纪凌峰 我们不会再有婚房了 你给不了我想要的生活 我也给不了你想要的 好歹也算一起熬过苦日子 好聚好散吧 他紧紧抓住我的双手 我只想要你啊 你要什么样的生活 你说我能做到的 我摇摇头 我要找一个喜欢的城市 找一份工作 买一套小一点的房子 然后再养一只猫 将来再找个相爱的人结婚 或许会生个孩子 这些事都不会再和你有关了 纪凌峰咬着牙 双手抱出了青筋 捏得我的胳膊生痛 那我怎么办 你就这么莫名其妙地 把我赶出你的生活吗 那你要我怎么办 这时 中介走了过来 沈小姐 你没事吧 我趁机摆脱了 纪凌峰的双手 没事 如果没问题 请帮我把房子挂出去吧 家具电器 这些都是全新的 买的话都可以赠送 中介看看我们 露出有些担心的神情 要我送你回去吗 纪凌峰一直隐忍不发地没有说话 此时却站起来狠狠瞪着中介 高大的身形 颇具威胁 我谢绝了他的好意 不用了 我和我前男友在这里聊几句 他随后也不会住这里 你随时带人看房都可以 中介走后 纪凌峰一个剑步上前反锁了房门 站在门口堵住了出路 今天不说清楚 大家都别出门 我双手抱胸站在他对面 好 只要你不再碰我 我们就好好谈谈 纪凌峰深深看了我一眼 又伸出手要抱我 我倒退了几步 冲他冷冷说道 那算了 别说了 反正我们是分手 又不是离婚 不需要双方同意 他垂下胳膊 缓步走上前 冲我抬抬手又放下 看着有些无奈 是因为李娜吗 我和他之间没事 为什么你不相信我呢 是也不是 也许你们现在还没具体做什么 但我们若是结了婚 就好像安了一颗亚旦在我身边 我会一直生活在 等着他爆炸的煎熬中 我不想要过这种日子 就像你不想踏进婚姻这座坟墓一样 听了我的话 纪凌峰猛地抬起头 嘴巴颤抖了好一会 才艰难地发出声音 你听到了 可我 那是随口说说的 我没有不想结婚 我只是有点婚前恐惧 我好笑地看着他 我们认识七年了 准备结婚准备了五年 你不是不想结婚 你只是不想背着已婚这个名号 和李娜这种人相处罢了 现在你们还能光明正大的暧昧 恋人未满 甚至还能理直气壮地更进一步 若你结婚了再继续这样 恐怕你也会看不起你自己吧 纪凌峰被说重心事似的跳了起来 不是这样的 我早就想娶你了 刚认识就认定会娶你了 只是想先建立了事业 才不委屈你呀 现在 我们不是已经要结婚了吗 我觉得他简直在说一个天大的笑话 不委屈我 你建立事业的苦我可一点没错过 现在 我已经不想和你结婚了 为什么 我们已经要苦尽甘来了呀 纪凌峰是很喜欢肢体接触的那种人 他以前说话间 总要搂着我 抓着我 现在几次伸出手 想起刚才说的话 又握紧拳头放下 看上去竟有些彷徨无依 我看着他的脸 他还是像我刚认识时 那么五官英挺 散发着男性的魅力 但是却已不再能吸引我 为他心跳加速 我仔细感觉了下自己的心思 认真地告诉他 因为我既不相信你 也不爱你了 骗人 你故意说这种话 气我的 你不可能不爱我 你说过 你在这世界上最爱我 会一直爱我的 纪凌峰红了眼眶 眼睛里晃晃悠悠地 转动着满目的清凉 我无奈地笑笑 是我高估了我们之间的爱 事到如今 我对你出轨没出轨 已经不放在心上 我只希望 大家不要再彼此纠缠 见他只是低着头不说话 我环视下屋内对他交代 谢谢你打扫了这里 你回出租屋那边去住吧 这里的钥匙放在茶几上就行 说完 我转身向门口走去 手握住门把石 却被纪凌峰从背后抱住 紧紧搂在了怀里 老婆 我们一起回家好不好 我知道自己最近表现不好 让你失望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们好不容易就要结婚了 你不要在这个时候放弃我 我以后一定不会再令你失望了 他的眼泪滑落进我的领口 热热的令人十分不适 你现在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了 以前我愿意听你的话 是因为我相信你 可是现在你说什么 我都觉得只是逢场作戏 我使劲掰开他的双臂 他却不肯松手 越抱越紧 那我不说 你看我做就行了 好吗 婚礼我没取消 宴席我也已经定好了 你要是不喜欢这里 等结了婚 我们就去你喜欢的城市 按你喜欢的方式生活 以前你放下一切陪我 以后换我全心全意地陪你 原来的我的牺牲和陪伴 他也不是不知道 只是以前当作理所当然 后来当作美好人生的束缚 现在没有了 他又要强行挽留 真的大可不必 我真的要走了 你继续这样 只会让我觉得更加讨厌 觉得你像一只赖皮狗 让人想要一脚踹开 季凌峰缓缓地松开我 我立刻拉门 想要离开 开启的门 但你这段时间在哪里 我们七年的感情 不能几句话就结束吧 你给我留个地址 否则我继续天天在这里等你 为了防止他阻碍卖房 我只好留下酒店地址 只希望这里赶紧卖出去 正是中断和他的牵扯 处理好一切 我开始四处找景点游览 马上就要离开这座城市 我才觉得自己不曾真切了解过他 人好像都是这样 放在身边的 就没有了探寻其美好的兴趣 只有那些不属于自己的 才能引起心中的渴望与好奇 但很快 我发现身后总有个默默跟随的影子 我浏览风景 他总在挤不知遥 我坐下休息 他叫人买茶点送到我身边 我等车回家 他叫车到我面前 刚开始 我想当他不存在 不搭理就算了 可是连着好几天后 身上总有一道目光追随的感觉 令我烦不胜烦 有一天 我走进一片山树林 笔直冲天的红叶沙漠 遮天蔽日 一往无前 十分壮观 背后传来沙沙的脚步声 不用回头也知道是谁 我在湖北的一座野山上 见过一片红山林 比这里还要辽阔 当时我就想 有一天 一定要带老婆一起来看看 我有好多途径的地方 看到的美景 第一时间想的都是没有和你一起看过 就不算真的来过 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 带你一起去那些地方 纪灵峰的嗓音沙哑 充满了祈求和小心翼翼 我平静地反问她 我以前也想和你一起去很多地方 但是却只能看着你和别人一起 你知道在结婚前 看到自己的未婚夫和别的女人 在自己向往的蜜月地 亲密合影是什么感觉吗 纪灵峰默了一下 那是泰国合作方推荐的合作路线 我真的只是去踩点 我转回头看着她 她的脸憔悴 而满是寂寥 没有任何感觉 我甚至觉得你们很配 可能在那之前 我就已经攒够了失望 不再爱你了 说来还要谢谢那张照片 就是看到你们合影时的麻木 让我清楚地认识到 我们没有一起建立婚姻的必要 纪灵峰下意识地握紧自己的衣摆 目光在我的脸上来回游移 也许是没看到任何气恼委屈 只有平静与坦荡 她失望地低下头 在开口时声音里已有了苦意 这几天我自己在家 觉得到处都空荡荡的 你不在家 那就是个破房子 我才明白 是因为有你在家等我 我才有可以回去的地方 你不在了 我待在哪里 好像都不安定 心里总有一种慌张感 看什么都觉得没有期待 她走近我 又一次微微颤抖地 向我伸出双手 老婆 我没你不行 我只是一时有些迷了路 你不要把我一个人丢在外面 让我找不到家好不好 我退了一步 看看不远处闲散的游人 我们回不去了 以前在这样的密林里 有你陪着 我只觉得安心 但刚才你靠近我的时候 我觉得怀疑和戒备 你不要再跟着我 让我害怕了好吗 纪灵风停在半空中的双手 抖得如此厉害 以至于我又退了几步 心中隐隐地不安 她猛地转过身背对着我 用手抹了一把脸 我不会再缠着你了 但我不会放弃 我们之间的感情 婚宴我不会取消 五月二十日 在你喜欢的那家酒店 就当是可怜我 别让我自己在那里一直等 行不行 我没有回答 因为她背过身的时候 我就已经离开 只能模糊地听到她的声音 消散在空荡荡的树林里 接下来的日子 都过得愉快而平静 纪灵风没有再出现在我面前 只是每天会在酒店前台 留下一束花 一封信 我全都没有收 只让前台收到 就直接扔掉 我不知道 纪灵风怎么还有功夫 每天写这些东西 毕竟最近她的野行社 也不太平 李娜曾经跟的一个团 爆出了丑闻 她和自己跟拍的一对 新婚夫妇的男方 在旅行期间发生了关系 那个妻子也是个 有粉丝基础的网红 于是在云上 拉开了一出撕扯大戏 接着又有不少人站出来说 自己曾在旅途中 和她有过关系 一时间 她的成人游戏 登上热点话题 野行社因为和李娜挂钩 加上纪灵风和她的暧昧人设 导致整个公司被拉入了丑闻 好事者都开始各种造谣 还有人说 每次出游 都是开放式婚姻的换期旅行 去各种约炮圣地 正常出游的人都不敢再来野行社 各种官方也急于 和这种流言蜚语撇干净关系 李娜被几个对小三深恶痛绝的人 当街扒光衣服打了一顿 关闭了 不知躲去了哪里避风头 不过这些都和我在没关系 随着约定日的接近 我只专注于自己 5月20日早上 前台收到了99树黄玫瑰与红玫瑰 还有一章写着对不起 我爱你 在婚礼现场等你的卡片 我换上新买的长裙 拉着箱子奔向我的未来 箱子里装着远方一座城市的通行卡 我的入职信和租房合同 若人生是没有尽头的旅行 接下来 我要用余生的时间 肆意前行 努力去爱自己 故事2 第九次订婚宴 十里又没来 他这次甚至懒得给我发消息解释 可他不知道 这是第九次 也是最后一次了 他送给我的愿望册 此刻已经全部作废 可是后来 我不要他了 他却跪在我面前 将那本愿望册高高举起 声音颤抖 阿婉 能不能再给我续一颗星星 我穿着洁白的礼服 不顾爸妈的劝阻 坚持等在大门口 钟表上的指针 早已跳过了11点 这期间 我给他打了无数个电话 可那边从一开始的不接 到最后直接关机 直到十里的好兄弟 送迟的出现 他尴尬地替十里传话 嫂子 十哥那边可能有事 他不敢看我的眼睛 气氛就这样僵持着 我的手指揪着礼服卷了又卷 最终还是点头称好 转身走向台上 台下的人都是 我们两家的亲朋好友 他们早已习惯 却没有一个人敢拒绝来场 只因每次发出请帖的 都是京圈太子爷十里 我接过四仪的话筒 声音通过电流的振动 送到每个人的耳边 以前我对大家都是道歉 可今日 我却在最后多加了一句话 也请大家做个见证 从今天开始 我和十里分手 永不复合 这句话说出来后 我心里意外的没那么难过 反而更多的是释然 这段畸形的感情 总算是结束了 但我知道 他们没有一个人相信 毕竟我对十里爱到低声下气 忍气吞声 他们都是有目共睹 可是分明 一开始说爱的那个人 是十里 我看到了众人表情各异 我爸妈急切地围了上来 我妈更是心疼地 看着我掉了眼泪 我安抚好他们 走向宋池 宋池正在打电话 脸上的表情有些急切 我知道电话那头 是我怎么也联系不到的 那个人 原来不是打不通 也不是关机了 而是我根本就被他挂了黑名单 他看到我走来时 反而镇定了不少 甚至还露出了一个果然如此的表情 我并不关心他现在想什么 而是伸手拿过他的电话 告诉我 你现在在哪 电话里的声音突然换了一个 他此刻怎么也不想见到的人 那边也沉默了 他想象以往那样沉默不语 让我先拜下阵来去哄他 然后不计较这些事 我冷下声音 我并不想同你吵架 告诉我现在你在哪 我有事 电话被掐断了 但很快 宋池的微信弹出了一个地址 我拿上钥匙准备开车过去 宋池拦住了我 讨好的笑笑 嫂子 我送你吧 我绕过了他 不了 宋池不已有他 只当我可能还需要去呢 可只有我知道 我是不想等会儿还要打车 十里发来的地方是一家酒吧 酒吧门口的人看着我 穿着一身礼服早已见怪不怪 我寻着位置过去 直到走到了一间包厢门口 包厢门就那样大大敞开着 我一眼就看见了 十里坐在沙发上 他怀里还搂着一个女孩 我直截了当走了进去 众人的狂欢戛然而止 宋池追着我进来 还在一旁想帮忙解释 我们一帮朋友好久没聚了 诗歌也是想好久没聚 不到一天的时间 就让你们这么思念彼此吗 我毫不留情的一番话 让宋池脸色有些发白 他也没想到 今天我这样的不给台阶 十里的目光从我进来起 就落在我身上 见我呛了宋池 也只是眸子微微一沉 没说什么 我走到他面前 将怀里的那本愿望册打开 当着他的面 我掏出了一支笔 毫不犹豫地 将上面最后的一颗星星 狠狠划掉 十里皱了眉 他不解地看着我 你这又是在闹什么 我摇摇头 将愿望册往他那边推了推 愿望册 你送的 我不要了 而你 十里 我也不要了 包厢内的气氛 冷得可怕 十里那双漆黑的毛子 依旧不见波澜 就好像我说的 不是要和他分手 而是缠着他回家吃饭一般 这种氛围下 却只有那个陌生的女孩 敢出声 他缩在十里的怀里 讥讽我 阿里 你看看 真是什么阿猫阿狗 都敢来勾引你 这种伎俩也用得出来 太可笑了 对不对啊 可周围的人随着他的话 对他投来了同情的目光 果然 他下一秒就被十里一脚踹翻在地上 美女在地上痛苦的呻吟 十里却不带一丝感情的吩咐到 丢出去 上一秒还如珍宝似的抱在怀里 下一秒就可以如同草芥般弃之 十里就是这样 他可以侮辱我 却绝不允许除他以外的任何人 对我有一丝不敬 我一直都知道他爱我 却在他这样冷热交替的爱里 躊躇不绝 舍不得脱离 女孩被拖了出去 十里这才重新看向我 你要和我分手 我没有正面回应 只是回了一句 话是你说过的 是你不守约定 约定一词似乎激怒了他 在我走出包厢后 身后传来了一阵东西破碎的声响 我回头看 却对上了他嘲讽的眼神 酒瓶被他砸碎在地面 那本愿望册 就那样湿漉漉地躺在酒水里 走出酒吧 爸妈给我发来消息 询问情况 我给二老回了一句 一切都好 就上了车 可是坐上驾驶座 我却迟迟没开车 而是不由自主地 看向窗外的天空 太阳不大 却很温暖 就像十里给我表白的那一天 少年青涩的眉眼 还历历在目 他不好意思 却努力装得自然 将一本册子塞到我的手里 阿婉 我知道我自己脾气不好 坏毛病多 我送你一本愿望册 以后如果我让你感到开心的话 你就在上面画一颗星星 难过你就涂掉一颗 我保证 让你在我这 开心永远比不开心多一点 当时的他说到了 也做到了 我的愿望册里被涂掉的星星 寥寥无几 那样桀骜 却将我捧在手心里的少年 我怎能不为他心动 可后来 即使我们彼此爱着对方 他却从来不信任我 也因为一个被迫失约的约定 他后来跟我做的所有约定 都不作数 就像订婚这件事 一直都是他主动提出 却从未见他出席 他总是这样 不断地用毁约惩罚我的过错 让我常常恍惚 我们真的相爱吗 那为何非要这样互相折磨 但我不想再去想了 我打着方向盘 将那些回忆都抛在脑后 从现在起 林婉的名字前面 不需要再带着实礼了 走进家门 爸爸妈妈焦急地坐在客厅等着我 看见我来 二老急忙站了起来 查看我的情况 他们拉着我坐到了沙发上 婉婉 你和小李这次 分了 再也不会复合了 再次将这句话说出口 我明显比第一次轻松不少 可妈妈却不可抑制地哭出了声 她心疼地摸着我的头发 是爸妈连累你了 如果当初不是为了家里你要出国 你和小李怎么会 说到这 就连那脸的爸爸也红了眼眶 我摇摇头 认真道 没有那次 我和他也不会长久的 我和实力分开 并不是一时冲动 而是深思熟虑 他是占有欲强的狮子 而我是向往更高地方的雄鹰 我们各自要强 却又不愿互相迁就 观念不同 即使我们彼此相爱 也只会继续在一起 搓磨那谨剩的爱意 夜晚 我躺在床上 看着窗外的星星 在国外的两年 我也是夜夜这么看着远方的星星 想着国内的实力 我们约好过要一直一直在一起 直到高考后 最疼爱我的哥哥出了车祸 找不到肇事者 那段时间 我们一家都陷入了悲伤 可哥哥大我六岁 他早早地就将公司担了起来 爸爸妈妈为了工作 本就是三四十岁才有的我和哥哥 现在年迈后 更是吃力 各方势力 对我家的公司虎视眈眈 我也不可能将爸爸妈妈 努力大半辈子的公司 拱手让人 于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几天后 我毅然决然地告诉爸妈 我要出国深造 这个消息 实力是最后那个知道的 我本以为他会无条件支持我 可我没想过他反应会那么激烈 于是我们开始了冷战 直到后面 我飞往美国那天 实力在机场拦住了我 他求我 说没有我 他一个人留在京城面对他的哥哥 他会疯的 他说可以帮我 我当时虽然爱他 但身上还有家族的责任 在激烈的争执中 我对他说了最狠的一句话 实力 你非要逼着我变成独属于你一人的球鸟吗 第二天 我早早地去了公司 办公室里 放着一束红玫瑰 没有署名 我却知道是谁送来的 每次实力爽约 他总是会给我一些小恩小惠 平复我的心情 从前的我 会为了这些感动不已 可真正决定不爱后 我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看 才知道 这些哪里花得了什么心思 打个电话便能做到 我面无表情地吩咐下属 将这束花送回去 并嘱咐道 以后石先生送来的所有东西 都不许送进来 包括他本人 一连几天 石里送来的东西 我都原封不动地 给他退还回去 他开始给我打电话 我并不打算接 次数多了 我嫌返 给他拉入了黑名单 像他从前无数次那样 于是他的电话打到了 我助理小陈那里 小陈举着电话 一脸为难 我接过后直接按掉 并吩咐下去 让全公司的人都拉黑这个号码 时间长了 石里那样傲气的人 哪里会继续自讨没趣 所以不知不觉中 我和石里已经两个月没见了 这期间 我居然连一次也没想起过他 石家办了场宴会 邀请了很多人 这场宴会是由石里办的 一开始的邀请名单上并没有我 还是石里的大哥石宴发现了 亲自拿着请柬上门道歉 我大度地表示 没关系 大家都是生意人 只有石里会幼稚地带入个人情绪 宴会上 我一袭红色的高定礼服 与从前无数次都不一样 我喜欢红色 但石里喜欢白 这种小事上 我向来都会依着他 因我家在京城的地位 我只是站在那 就有人举着酒杯过来 与我交谈 突然间 有一只酒杯举到我前面 石宴笑意盈盈 眼里有点光在亮 林小姐今天很漂亮 随即弯下腰 对我行了一个优雅的绅士礼 请问林小姐 是否可以赏脸 跟我跳支舞呢 虽然我现在跟石里已经分手了 但我也不愿跟石家 再牵扯上什么关系 于是举着酒杯礼貌拒绝 我不太擅长跳舞 就不献丑 彩石少得脚了 我自罚一杯 您自便 说着我就举起酒杯 一饮而尽 那不知 我是否能跟你跳舞呢 石里从人群中走出来 分明是跟我说话 眼神却不住地挑衅实验 我努力忍耐着 我不擅长跳舞 石里却像听不懂我话里的意思 我教你 你跟我来 说着他就要上前来牵我 周围的人虽然在交谈着 眼神却不住地往我这边扫 面对这场闹剧 始作俑者却依旧自顾自的不自知 我突然就觉着很没意思 我不想再顾着石里的颜面了 于是一个侧身 让石里牵了个空 你还不懂吗 石里 我不想跟你跳舞 他愣了一瞬 原本绷着的脸 染上了一份困惑 为什么 我牵起裙摆 在他的注视下 往后走了几步 因为我现在不喜欢你了 宴会最终没参加完 我向石宴道了歉 称身体不舒服 先行离开了 直到走出石家 呼吸到新鲜空气 我才感觉到 自己好像活了过来 如若不是与石家的合作太多 这地方我是再也不愿来的 司机一直守在门口 见我来连忙替我打开车门 我浑身像被抽干了精力 疲惫地走了过去 却在抬脚上车时 被一只大手死死拽住了 手腕被拽得生疼 我下意识惊呼出声 石里却没有放开的意思 他双目赤红 死死地盯着我 你刚刚是什么意思 你说你不喜欢我了 我使劲想推开他 却根本是无用功 痛感让我一时间 血液也涌上了脑袋 我抬起空调的另一只手 狠狠朝着他的脸扇去 趁他下意识松手地空荡 我迅速钻上了车 并反锁车门 车窗拉下 我看着他 一字一句 对 我就是不喜欢你了 石里糟蹋真心的人 该吞一千根针 直到这一刻 石里才好像感觉到 我可能真的不要他了 他疯狂地拍打着车窗 可我却招呼司机开车 留他跟在后面追 司机回头看我 小姐 真的不管石少爷吗 我摇头 闭上了眼睛 想隔绝这个世界 可心脏处传来的隐隐顿痛 却让我真真切切意识到 我还做不到完全没反应 我怎么可能不疼啊 我爱了那么多年的石里 在美国刚下飞机时 我就迫不及待地 给石里发取消息 可石里却将我拉入了黑名单 整整两年 他都没给我发过一句消息 于是我拜托父母 给我提供他最近的情况 每次看到爸妈发来的消息 我才感觉自己是活的 就这样 我提早修完课程 回到国内后 顾不上休息 我发了疯地想见他 他见到我时 什么也没提 我们就那样默认在了一起 我们像以前那样谈着恋爱 我当时幸福极了 觉得两年过去了 什么也没变 可事实很快给了我一个巴掌 石里开始不断爽约 我们去约会看电影 他爽约 我们去见父母 他爽约 就连不算婚礼的订婚宴 他也爽约 每次爽约的背后 他都会去找一些像我的女孩 但从来不跟他们睡 他的兄弟朋友也很尊敬我 就好像他只是小心眼 只是用着这种方式来报复我 表示他还在生气 要我哄他 可是凭什么 我早就在为了振兴家族出国的时候 跟他说过我的苦衷 我也哀求过他 等我两年 只要他想我 他随时都可以来找我 可他呢 在我出到异国 疯狂给他电话诉说思念的时候 直接换了号码 两年来 只有我单方面对他倾注思念 回来后 我不顾自尊 祈求他复合 一件件一桩桩 我想不出我到底错在哪 难道我真的只能当他一个人的所有物 不该有自己的人生吗 石礼 再见吧 两天后 石礼又发了请柬 邀请我和石家的亲朋 再开一场订婚宴 时间定在一周后 一开始 我并不清楚这些消息 公司也早就拉黑了他 还是晚上回家后 我妈告诉我的 我冷笑 石礼还想用这种幼稚的方式 逼我出面 逼我就范 可他现在的面子 在我面前一文不值 我柔了柔眉心 告诉我妈 不用管 想了想 我又在家族群里 发了几个红包 在接条消息 各位不用去那个订婚宴 消息是假的 以后也不用去了 发完消息后 我又马上滑到了另一个界面 给我和爸妈买了张去三亚的票 公司已经稳定 前两个月 我提前交代完了很多工作 正好空出了十天的档期 第二天 我就带着爸妈 飞去了三亚 可没想到我爸妈根本不带我玩 每天起床后 他们就不见了 我也无所谓 随他们去了 在这里的每天 我都睡到了日上三杆 醒来后就随处逛逛 吃点当地的美食 算算时间 这还是六年内 我第一次这样的轻松 在助理紧急的连环靠下 我才终于恋恋不舍地 结束了这场旅行 独自回了京城 但仅仅十天没回来 京城居然就乱了套 据说那天订婚宴 十里开了直播 会场布置得很浪漫 十里甚至用了自己手上的一个重大项目 跟石燕换了他最近拍得的一只钻石 订婚宴那天 他早早地就穿着一身白西装到了现场 可全城除了十里那边的亲戚 再没一个人来 这件事在京城传起了轩然大波 十里的名声被一扁再扁 似乎到这个时候 才有人相信 我是真的不会和十里在一起了 而这件事后 石家主大发雷霆 强制将十里手头上的很多业务 都停了下来 我也是回到公司的第一天 大家都围上来 在我面前七嘴八舌地说 我挥了挥手 表示自己清楚了 他现在如何 我并不关心 只是没想到下班时 十里却一直守在公司门口 见到我出来后 他挡在我面前红着眼质问我 阿婉 为什么不去我们的订婚宴 你知道我这些天 我看了看周围 向我们这边扫尸过来的人 并不想将事情闹大 我按下他 找个咖啡馆吧 我好好跟你说 两杯冰美事 不了 我要卡布奇诺 十里诧异地看着我 你什么时候改了口味 我摇摇头 没有突然改 从一开始就喜欢 那你每次还 十里说到一半 似是想起了什么 脸色骤然一变 偏过头去 躲避我的视线 而我却没有再替他 留颜面 因为你从没问过我 你下意识就觉得 我会喜欢跟你喝同一种 他眼里闪过一丝懊悔 正要开口说抱歉时 我直截了当 打断了他 就像我喜欢红色 你喜欢白色 我钻心于事业 你却喜欢玩 我喜欢向外闯 你只愿意留在这小小的京城 十里脸色愈发难看 他想小小地道个歉 就这样接过 我却直击他内心 十里 我从来都是迁就你 十里被我一连串的话激怒了 或者说他本就是这样 浑身竖起刺的人 只是现在 他的刺向我激来 你说迁就 当初你去美国 你怎么不迁就我 你留我一个人在京城 你知道这两年 我怎么过来的吗 每次哄不好我时 他就会拿当初说事 我冷了脸 当初 我不是没有让你也出国 我还说过 你可以经常来看我 是你一直闪烁其词 你总是觉得 那两年你很艰难 你有想过 那两年我是怎么过的吗 我从不在他面前诉说苦难 我一直以为 我们是同样的人 同样为着生活奔波 同样捍卫着自己的权益 同样想努力攀岩 然后顶峰相见 我以为我们都会理解彼此 但在这一桩桩一件件中发现 十里原本就是个 烂泥浮不上墙的人 我可以为了家人 将自己一步步逼到那个位置上 可十里 你现在还是一个需要跟哥哥 抢业务的人 现在 你配不上我了 话必 我拎起包 就打算离开 十里 却突然扑了过来 他跪在我面前 将不知何时拿出的愿望册高高举起 声音颤抖 阿瓦 能不能再给我续一颗星星 咖啡就在这个时候 适时出现 我拿起那杯卡布奇诺 从上而下地交在了那本愿望册上 在十里惨白的脸色中 我的话语残忍地画在他冰凉的心上 现在 你不仅配不上我 我还看不起你 手机响起了铃声 来电的是助理小陈 我刚接起 对面小陈紧张的声音就传了过来 林总 您真打算将那些礼服卖了 嗯 全卖了 卖掉的钱捐给山区吧 以公司名义 对了 再给我准备一些红色的礼服 衣柜太空了 我挂了电话 盯着衣柜那清一色的白 还有挂得整齐的那九件礼服 原本应该是十件的 只是第十件十礼 没能送到我手上 十礼第一次爽约 就是在订婚宴 在此之前 我们就像正常的情侣一样谈恋爱 我们会去看电影 会去从前高中附近的小吃街 还会去江边吹风 就像是为了在订婚宴上羞辱我而忍着陪我演了很久的戏 直到她抱着我的腰 拉起我的手 带上一支钻戒 凑到我耳边 阿婉 我好想娶你回去 我们订婚好不好 我激动了很久 那天我也等了很久 婚礼上 两个老人明明急得不行 还一直替十礼找借口 直到最后 人群中 有人惊呼 后面的大瓶亮起了一张照片 十礼抱着一个女孩 下面还附了一串地址 我当时不敢置信 抛下了所有人 打车到那个酒吧 去找她 我忘不了 当时酒吧门口的人看我的眼神 也忘不了我找到十礼时 她看我得逞的眼神 她说 你丢下我一次 我丢下你一次 我们扯平了 那天的我 时太急了 手机在路上跑丢了 我就那样穿着礼服 失魂落魄地走进了大雨里 后来的她 每次毁约时 连理由都不肯给我 却又在其他所有时间里 不停弥补我 对我忏悔 现在回想 我就像一个傻子 被她玩得团团转 而当初的愿望策 变成了我们之间决裂的倒计时 办公室里 我正在电脑面前打着字 小陈进来敲起了门 林总 有人找你 我抬起酸痛的脖子 示意她放人进来 来人一身黑色西装 将她的身形包裹得十分修长 可我却没心思欣赏 压抑她的出现 石焰 自从我拉黑石裏后 石家跟我们的对接方 就变成了石焰 与性子张扬的石裏不同 她一直都非常的稳重有理 我一直都不信 石焰这样大大方方的人 会去针对石裏 她根本不屑 只是石裏不喜石焰 我这才远离了她 我邀请她坐下 她毫不客气 一屁股坐下 也没等我问 自己就开了口 那天晚上石裏回来后 就很颓废 天天晚上拉着朋友买醉 家父叫我打听一下情况 我没办法 只能过来问一下林小姐了 哦 那她还真是挺没用的 我自顾自地 跟电脑前面的客户 发着消息 石焰也没再说话 就那样在一旁等着 不知过了多久 当我敲下最后一个字的时候 我才抬起头 看着旁边坐得依旧笔挺的石焰 有些头疼地捏了捏眉心 你想问的就只有这些 石焰摇摇头 当然不是 那就请先回去吧 不送了石少爷 我毫不留情递下了逐客令 石焰却走到我面前 你确定要我离开吗 石焰的表情 居然还隐隐透露出一丝委屈 我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好在石焰并非那般 虎脚蛮缠之人 她点到为止 将一份文件带递到我面前 表情严肃 看看吧 里面有你想要的 不过看之前 先做好心理准备 我疑惑地扫了她一眼 顺手接过那袋文件 什么是需要这样神神秘秘的 可仅仅只是粗略地扫了一眼 我就僵在了原地 都让开 不许拦我 我是你们林总的男朋友 我要看看石焰来这干什么 办公室的大门被狠狠推开 助理小陈被撞得身形不稳 求救搬得盯着我 林总 办公室外围了一大圈人 石礼冲了进来 指着石焰就开始怒骂 你来干什么 阿婉是我的 林家的生意不需要你 阿婉也不需要你 我上前一步 挡在石焰身前 石礼一愣 随即上前一步就想抓我 阿婉你跟我走 你不能跟她在一起 我低着头 避开她的手 石焰在旁边事实出声 阿婉现在应该不太想见到你 要不 石礼被她的话 激得一下子血液上流 又想朝我抓来 阿婉怎么可能会不愿见到我 你应该是那个不应该在的人 啪 办公室内原本吵闹的声音 一下安静了下来 石礼脸上出现了一个鲜红的五指印 我手打得发麻 却并没有就这样停下来 一连几下 石礼也反应了过来 抓住了我的手腕咬着牙 阿婉 你这是做什么 却在对上我的眼睛时 愣了神 下意识地松了手 我抓住机会 又补了她一个耳光 石礼捂着脸 与我拉开距离 而我靠近她 眼神星红 眼底的恨意 恨不得将她包皮泄愤 我用力掐着手心 用那股剧痛 掩盖心底骤然汹涌的情绪 一字一句告诉她 石礼 你要为我哥哥的死付出代价 警车消失的最后一秒 石礼都在对石焰破口大骂 是你 都是你告诉的阿婉 都是你在挑拨我们 你以为你这样就能得到她吗 你做梦 她一辈子也不可能爱上你 我站在原地 心中只有深深凉意 石焰走到我身旁 声音轻地向风 当年 是我先喜欢上的你 她话语不多 我却明白了她的意思 因为看不惯哥哥 所以先一步招惹 哥哥喜欢的女孩 这就是每次石焰在场 石礼总是特别护着我的原因 我原本以为她是在意我 现在想来 可笑至极 石焰语气沉重 你哥哥当年跟我是好兄弟 他一直知道石礼的为人 不喜欢她 但是舍不得你伤心 石礼当初觉得自己高考发挥不好 怕考不到京城 就想求着你跟他一起去大砖 可他跟朋友说的时候 被你哥哥撞见了 石礼求着他不要告诉你 你哥哥却不肯答应 一气之下 他开车撞死了你哥哥 证据是最近才有机会拿到的 先前不告诉你 是因为你还爱着他 我几乎无法呼吸 心脏像被一只大手狠狠揪住了 痛不可言 回忆起从前的种种 国外的失联变成了他的心虚 八年的爱意变成了赤果果的挑衅 我对他的迁就 也变成了石礼害死我哥后 依旧的理直气壮 眼泪不由控制地翻涌而出 在地面上绽开 这些年 我爱的究竟是一个怎样自私凉薄的人 才让他害死了最疼最爱我的哥哥 这件事情我并没有瞒着我爸妈 虽然他们一直表现得很开心 但我知道 哥哥的死一直是他们心头的一根刺 电话那头 声音沉默了很久很久 我紧紧捏着手机 想着他们哪怕骂我一顿也好 引狼入室的是我 害死哥哥的也不少不了我 可他们没有 我听到那边逐渐传来的乌业声 接话的人却换成了爸爸 老人的声音颤抖 却依旧强装镇定 晚晚啊 你不要难过 你哥的死怪不到你头上的 我立刻溃步成军 当晚他们就从三亚飞了回来 我们抱在一起哭了很久很久 客厅摆着哥哥的照片 少年笑得朝气十足 却永远定格在二十四岁 哥哥曾经最疼我了 记忆里高中的那几年 他每天穿着一身黑色西装 明明满脸的疲惫 夜里回来的时候 却总是去很远的地方买我喜欢的那家蛋糕 他看着我吃的满脸奶油 总是无奈地一边替我擦脸 一边摸着我的头 我们晚晚只要开开心心做你想做的 哥哥会一直养着你 在他离开后 我看着年迈的父母 丢掉了我学了十多年的钢琴 去国外学起了工商管理 我们一家人的幸福 都毁在一个混蛋的手里 爸爸咬着牙 我要他牢底坐穿 法院外 石伯父拦住了我 老人冲我弯下了腰 泪眼婆娑 小婉啊 伯父知道对不起你 但能不能就放过他一次 老人年纪分明跟我父亲差不多 却早早地白了头 伯父虽然对两个兄弟严厉 却一直对我都很好 我压下心中的酸楚 转身进了法院 绝不可能 身后 石伯父的腰弯得更深了 法院里 石礼坐在被告位 被人狠狠按住 很显然 他刚刚已经闹了一通 他见我来了格外激动 挣扎着就想起身 却被身边的人控制住 无奈之下他冲我大喊 阿婉 阿婉你救救我 你还爱着我的吧 你也不想我进去吧 石伯父并没有跟着进来 石宴也不在 我的身旁也没有任何人在 很显然他们达成一致 想让我亲自结束这件事 法官敲了几次法锤 都无法让实力安静 我向法官投去一个眼神 从原告位走了下来 他见我过来 眼中反而生起了一抹得意之色 冲着法官投去一个挑衅的眼神 就像他无数次面对实验一样 可我就停在他面前三步远 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跟我表白是为了刺激你哥 害死我哥哥还想阻止我出国 在我回来后 你确定我对你没什么嫌隙 还理所当然地责怪我 我一件一件地吐露出来 实力的眼神逐渐慌张 他想辩驳 却根本找不到突击口 只能不断摇着头 祈求般地看着我 可阿婉 我是真心爱你呀 阿婉 我们忘掉过去 重新开始好不好 我们可以一起去祭奠大哥 我会给他磕头的 你别不要我 看着他那张脸 我为李几乎要翻江倒海 就是这样恶心的人 占据了我的八年 我没有再搭理他 而是在他充满稀奇的眼神里 转身朝着法官坚定道 我绝不原谅 证据确凿 实力的审判很快就出来了 二十五年 便宜那小子了 就应该直接给他毙了 爸爸瞪着眼睛 我摇摇头 让他这样心高气傲的人 在牢里虚度年华 大半辈子 出来后什么都没有 会比让他死了更痛苦 而且我也不会让他在里面好过 石燕等在了法院门口 见我出来后 示意我过去 可当我站在了他面前 他却张不开口 经历这么多 我怎么可能不知道他想什么 抢在他前面道 很抱歉 但你想的 我应该无法做到 石燕愣了一瞬 随即苦笑道 所以我这算是亲手 将自己的机会打破了吗 我很直接地否定 不 就算没有这些事 我也不会跟你在一起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即使石燕比整个京城的男人 都适合做男朋友 但他并不适合我 现在的我 并不想委屈自己 迁就别人 石燕点头 眼里充满了怅然 和一丝释怀 这又何尝不是他的八年 我正要转身离开时 他喊住了我 那我们 还可以做朋友吗 我盯着他的眼睛 我们之间的关系 还是生意伙伴比较舒服 这样好的人 不要耽误他最好 那段时间后 发生了很多源源不断的小事 大到石家 慢慢地跟我们断开了合作 小到石里的那群兄弟 来找上了我 石里人品不行 认识的朋友 还挺有义气 宋池当时 带着一堆兄弟伙伴 来堵到我公司门口 见到我出来 他大声质问我 为什么石哥最后一面 你都不愿意去见 他那样爱你 你真的就没有心吗 我冷声回怼 你会想见到一个仇人吗 他被我堵得想说些什么 却无法反驳 气得红了脸 有义气 却跟石里一样的蠢 我让保安将他们 直接丢了出去 后来 我跟我现在的先生 男继结了婚 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孩子 我们是在一次旅行中结时 因为聊得来 交换了联系方式 他是个摄影师 生活富有热情 在熟悉了一段日子之后 会常常邀请我一块去旅行 我们沿途看了很多风景 在我要工作的日子 他就出去拍摄 枯燥的日子里 因着有了他 处处都透着惊喜 到后来 孩子上了高中 他突然提出 想去我曾经的学校看看 我没能参与过你的过去 我也想看看 我的小姑娘 这么大点时的样子 一定漂亮死了 漫步在高中的校园里 路过一旁的荣誉墙 男继突然停了下来 他指着上面的照片 笑得一脸灿烂 婉婉 这是你吧 我的婉婉 原来是这样漂亮的女孩子 墙面上的女孩 扎着高高的马尾 笑得一脸灿烂 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 我有些恍惚 当初的我虽然走得一考 但我从未放弃文化课 考试成绩 一直名列前茅 而当时拍这张照片的对面 原是十里 在对我挤眉弄眼 二十年前的记忆 突然席卷而来 记忆里那张脸 却模糊至极 原来我已经这么多年 没再想起过他 但无关紧要的人罢了 我走上前 轻垂他一拳 怎么 我年纪大了 就不漂亮了吗 男继嬉皮笑脸地 握住我的手指 怎么会呢 我的老婆一天比一天漂亮 油嘴滑舌 我逆他一眼 却笑开了花 男继将我轻轻 推到荣誉墙旁边 举起相机 来 给我的小姑娘拍照 我扭头盯着十七岁的自己 扬起一个大大的笑 时间定格在现在就好 十七岁的我和四十岁的我 走的每一步都算数